主席先有请我们龙总的陈副院长还有周医师来打询 副院长 我想询问的就是说 您在今年过年前后有向王院长 王金平院长报告陈前总统的病情 有吗 那现场吴敦义副总统也在 那会中有在你们报告之后他们也了解 就是说陈前总统的一个病况 那也有就是共识 应该是朝你们现在所提出来的 就是居家疗养方向 来去努力 基本上我们那个时候是因王院长的请求 邀请我们去说明 那我们说明的时候呢 也是基于我们今天的一些态度 我们站在医疗上面的一些状况去讲 不过那天的报告是很重要 因为吴副总统在场 而且他聆听之后 因为这完全不像我们在立法院 有不同的这个政党的背景 所以就是王院长也因此 对这个事情的关心 也请这个 吴副总统 他就他的 就是一个角色 去向上承报 我讲这样子是 事实嘛 是我们只是做 我跟周主任是做这个 医疗状况的说明 好 那么如果大家平心静静 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 大概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啦 现在就是说 怎么在我们 法律的解释跟裁量上面 可以有一条路可以走 那我就请法务部长 麻烦 次长 你也这个 上海一下 就说 你们说监狱行刑马 第58条的规定 在监就医啦 借护外衣啦或移送并肩 都无法得到适当医治的时候 方能够保外就医 我现在问你 如果陈前总统 他就是 依据这个 龙总的建议居家疗养 然后你们派 就是 呃这个法警啊 在他的这个家庭外面 借护 这样是不是也能够 确保 不会有 所谓的 就是 哦 就是 安全的问题 或者是说 逃亡的情况 各位报告 因为监狱行刑马规定呢 徒刑要在监狱 跟其他的处所 那其他处所指的是像 那个 外衣间啦 外衣间 条例里面的外衣间 那在家里呢 因为不是监狱的一部分 确实有这个困难度 不过呢 我们再深入考量看看 因为 这个不是我们创的名词啦 监狱行刑马规定的是 保外衣制的话 就让你回去自己去遥养嘛 好 我就跟你讲喔 监察院黄黄雄委员的调查报告嘛 也很清楚讲到嘛 斟酌情刑报警监督计计划许可啊 保外衣制嘛 或移送病间或医院嘛 所以监察委员的调查之后啦 综合的建议也是这样嘛 所以如果能够保外就议当然最好了嘛 如果不行我们才要去找 在既有的名词啊 或另外加一个名词 我认为次长 你赞不赞成另外加一个名词 但是不能够违背法律的解释啦 不然就只有修法 那我们可以思考看看啦 有没有这种空间让我们一个 一个是在既有的名词下面 做弹性裁量的解释嘛 另外一个就是增加 一段字嘛 如果真的不能够用保外就议的话嘛 所以我是因此说这个路 这个共识其实大家 现在是怎么样来找路啦 都爱找要找出路 这个是大家的共识 现在是路要怎么放在哪里 能够走出一条路 那我现在就是进步来问说 所以这个 关于啊 如果说 我会请问龙总啊 来等一下 就你们是急症医院嘛 所以你们又不认为说 陈总统前总统应该要 让他回到监狱北监喔 因为这个对他的病情不好嘛 在这个情形之下 你们可以让陈建总统继续住在龙总多久 因为实际上已经住了八十年 我这些大 Fair Fair 所以我们在法庭之后 在这个邦门顺着 所以我们是在的 你要去哪里 启猜人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那是 inlet 你不存在这些人 我们不存在 就是我的最后 不是 我来说 现在我想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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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